张亮宣布已单身,离婚两年后突然公布,原因因正义。 11月29日清晨,许久不发微博的张亮发文宣布了与妻子扣静离婚的消息,两年前离婚。 两年后宣布,引发了网友们的争议。 2015年6月9日,张亮与扣静的女儿出生,没想到两人居然在两年前就已经离婚了。 而且到现在才公布,很多网友得知两人离婚的消息都不敢相信。 有网友表示两人看着很恩爱的,而且扣静从张亮还是个穷小子的时候就一直跟他在一起, 真的是太突然了,以后再也不相信爱情了。 张亮扣静两人是圈内的模范夫妻,扣静也是张亮的经纪人, 两人感情很好,还经常秀恩爱。 这次突然公布两人两年前就已经办理好离婚了,孩子也有两人共同抚养, 两年之后突然单方面宣布已经离婚并且单身, 不知是否因为一方有了新的感情, 希望两人的孩子不要受到父母离婚的影响。